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今天大家看到我们的场景是五彩缤纷的教室 跟平时不同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一起谈一谈 我们未来的暑假2014年多彩的暑假活动 今天很开心请到三位来自官方人士和大家一起讲解 坐在我身边的是教清局的青年厅厅长袁海青女士 袁海青你好 大家好 今天邀请了看法局大众体育及特别计划处处处长何华先生 何处长你好 另外一位美女就是我们高教办的高级技术员 姚玉凤女士的 姚玉凤女士你好 你好 我们也很开心请大家一起来发表意见 我们今天的电话就是2878-9192 现在欢迎大家通过打电话和我们一起聊聊天 而且我们也有新增了一个微信环节和我们的网上留言 大家都可以通过这两种方式来加入我们的讨论 从4月7号开始我们会在每一期里面就选出一位最佳的互动观众 又送出由珠海奥特美 素可泰SPA提供的一个1000元消费券一张给我们今天的最佳互动观众 欢迎大家通过各种方式来与我们互动 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我们的重点新闻 农历4月初八是佛弹日 所以佛堂举行佛弹慈善派债活动 共有2万盒香仔免费派发给善讯 其中有5000盒债菜会送往社福机构 全体向市民开放欲罚仪式之外 并会派发3000多包平安米和毛巾 有诚信表示十几年来都会选在佛弹日去佛堂食斋 以及祈求身体健康合家平安 今天是鱼行的醉龙节 本路有多个地方有舞醉龙的表演 文化局局长吴慧明指出 团队曾经去到法国交流 今年开幕的表演参考了其他的表演方式 认为有座舞醉龙的持续法治 先鱼行总会一如既往 分别在三个街市派发龙船头饭 有市民冒着大雨排队领取 祈求平安和身体健康 新马路金碧民宜中心队面 兴建六层高的经济型酒店 这间经济型酒店将来会提供500到300个房间 项目发展商中小亦认为 内港一带虽然有不少空置的物业 但是只要经济好 一定会逐步推动业权人发展 预料将来新马路会发展成为步行街 有一定的商机 旅游局局长文耳华表示 当局近期在渔人码头免费举办 影像澳门江演表演反应又好 当局希望完成这半个月表演之后 尝试搬移到望德堂区和清廷直街表演 吸引旅客活化旧区旅游 回到澳门开港的现场 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聊 我们2014年未来的暑期活动 大家看到后面签满了我们的文章 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年政府推出的暑期活动 都是很丰富的 首先都想和我们原厅长来聊聊聊 我们今年又一共推出了几多项的活动 有不同一些项目的 都普通多元化的 可能大家比较熟悉的就是 我们和看法局一起合作的 这个暑期的一个项目 每年都有超过五万个名额 去给到我们的青少年朋友去参与的 除了这个之外 其实教称局来说 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项目 在暑期的时候开展的 例如有一些项目 可以给到我们的年轻人 在暑假的时候 去到我们一些政府部门 或者在一些私人企业里面 去一个实习的机会 让他们可以认识这个职场 也都有一些暑期的一些义务工作 一些义工的一些服务 让我们年轻人透过这个时间 去接受一些培训 和一些实践的一些活动 在过程之中 也可以达到一个做人自助的一个目的 还有另外一些的活动 其实我们也有超过一千八百个名额 去组织学生去出外 去参加一些全国性 或者是国际性的一些比赛 而且也有一些交流活动 所以可以觉得也挺丰富多彩 其实我们也知道澳门的学生不算太多 但可以选择的空间是很广的 我们也想听听一下何处长的意见 因为我们现在也希望我们的学生是全面发展 无论你学业方面也好 你体育可能身体方面也要握住才是好的 我们今年《看法》 又推出了什么新活动给我们的学生呢 其实每一年我们都全年来说 我们都会举办很多不同的体育项目 包括体育健康咨询站 大中康体日 大中体育健身兴取班 以及现在我们所举办的暑期活动 我们都希望是有将体育的信息 去带到给我们澳门的市民 包括青少年 暑期活动是一个很明确的方向 就是向澳门的青少年 去推介体育的活动 令到他们可以身心健康 除此之外 我们都希望透过体育活动 可以这个推广的活动 可以令到他们去发掘一些新苗 其实在过去来说 我们都有不少的新苗可以发掘出来 我们其实都知道 我们今年的这个教青浩同体法局 做了很多年的暑期活动 是有年龄限制的 就是由我们四岁的小朋友 到二十五岁的青年都可以参加 有一些就是专门 给我们一些大专院校的学生 来体验生活 在他们做事之前 先尝试一下去开拓一下试试 或者试试实习 是吗?姚女士 是的 我们高教办 我们都在这几年都开始 是有一些比较系列性的暑期活动 是给我们这些大专学生参加 其实我们有五个方向 其中就是包括第一个是专业实践 另外就是确复视野 语言学习 文化交流 以及一些国程教育 比如如果在专专业实践那方面 我们就会安排一些大学生 去到企业里面去学习 去看一看企业的发展前景 以及他们的运作情况是怎样 但我们那个实习计划 跟外面有点不同 可能跟善用余下 教育局那些会有点不同 我们是一个无常的方式 以及时间都是比较短的 我们通常就会在三至四个星期 一个月里面的时间 因为其实那些企业 是帮我们带一些学生的时候 其实那些企业是一个大教的方式 就是他们会是去帮那些学生了解 多一些他自己想要了解的东西 其实我们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目的就是 我们的对象是有两年或者以上的大学的 一个基础知识的学生才可以参加 就是一年二以上 没错 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安排 因为他们已经开始有少少基础知识 那他们更加是应该是了解多些 到底他们自己读的那个专业 未来的行头发展是怎样 那如果他们能够知道的话 那他们是不是可以更加好些 去计划他们自己 未来升学的那个方向 或者他日后出来投身社会 他应该是怎样去选择 或者欠缺了些什么 那让他们更加去清晰去知道 那所以其实我们时间不会太长 但是就希望在他在那些企业里面的时候 是尽量利用这些时间去摸清楚 自己想要的一些资讯 和他未来的方向 那另外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扩阔时野 那我们都会组织 由2011年开始 那我们是得到了澳门驻暴露塞尔 欧盟经济贸易办事处的协助 那我们都组织一些优秀的大专学生 那去到欧盟那边 去看一看他们当地的经济 文化教育那些发展等等 那其实那些学生都非常好的 那个 feedback 因为他们真是 因为澳门你也知道 跟欧洲的关系都是很密切 那所以那些学生 其实他们都非常之 那些珍惜的那些机会 那还有他们回来的feedback 都说真的可以看到很多东西 那另外就是我们有语言学习 那譬如我们会送一些同学去浦国 读浦文 有个浦语达人的活动 那也都可以去学英文 去澳洲那里学英文 那还有我们会安排他们去福建 华侨大学很出名的学普通话 那就是帮他们 就是利用他们暑假的时间 尽量去充实他们自己 那其实这些都是 因为语言都是他们 他们将来出来的社会是一个 必须具备的一个能力 其实是为了他们 提升他们自己的个人竞争力 那我们有这样的安排 那还有我们会有一些文化交流 譬如我们都会跟 港东省文化厅 或者香港民政总署合办 一些越过青年文化之类 那还有呢 会是内地 有个从甘肅出发的 一个是内地的一个 文化交流活动 那还有我们都会有一些国情班 那譬如我们会组织一些同学 好像今年那样 我们就会去江西 有个沉根之类 那还有我们都会 跟同学去哈尔滨 去看一看的国情的情况 那姚小姐 就跟我们介绍得非常详细 可以说我们的同学 是有一个机会 读了万卷书之后 又可以走万里路的 那其实呢 我们都做了一条新闻片 来给大家一个总体的印象 看看我们今次的暑期活动 究竟都有些什么选择 一起看看 今年 郊青局联同体化局推出主题为 珍惜年华 善逗暑假的暑期活动 为青少年提供485项文娱康乐 及体育活动 合共提供超过5万个名额 参加对象为4至25岁的 儿童及青少年 即是凡是出生年份 为1989至2010年的 本地青少年均有资格参与 今年的暑期活動由4月30日已經開始接受報名 至下星期一、5月12日截止 市民可以透過現場、電話、互聯網、全真四重方式遞交申請 今年的親子項目較往年增加一半 希望能夠加強親子間的溝通 為了讓青少年走出教室、體驗學習 今年的暑期活動繼續開設各種不同類型的生活型 鼓勵青少年不做雜男雜女、出外接觸大自然 除了本地的營地活動 青少年也有機會前往不同的地方參觀學習 領略祖國的大好學生 體驗不同的風土人情 而高價半方面也提供了名為 撲滿人生、澳門大專學生風勝暑假系列活動 包括本地和外地的實習活動、歐洲下令營、 粵港澳青年交流活動、國內省份文化旅遊等等 合共提供超過600個名額比符合資格的大專學生 暑期活動在本澳已經開展多年 一直以來都受到家長和青少年的熱烈歡迎 雖然名額已經不少 但由於價錢優惠、種類多樣 依然都會出現報不到班的情況 對於家長學生來說 我們的課程選擇是否足夠呢? 報名及恩選程序又是否方便合理? 未來的暑期活動又應該如何配合 特區人才培養的政策 為青少年長遠發展、打好基礎 我們剛才也看到 我們可以選擇的範圍是很廣 而且我們名額都不少 但事實上坊間都依然會有一些家長 為我們暑假不可以幫小朋友報名而擔憂 這個問題就想請教一下我們何處長 我們今年的報名情況預計是怎樣 根據我們往年的數據來看 其實根據我們往年的數據來說 我們登記的人數是兩萬多個人 接近三萬左右 但實際上我們抽籤都抽了兩萬五個 所以基本上差不多八十幾到九十幾 都可以抽到籤去報名的 而抽到籤就只是確認了他們排名的順序 報名的順序 他們只是按指定的時間和日期 去到塔石體育館去進行報名 而抽不到的又怎樣呢 其實不是說他們不可以報名 我們有四天報名的 前三天就是抽籤的 第四天就是無論抽到籤也好 抽不到籤也好 都可以在第四天進行報名 而第四天還有一個 這兩年我們都開展了一個新的計劃 就是第四天我們就可以讓他報到四個項目 無論你前面是有報到項目 前面的三天你會報到項目 我們都可以讓你報 累積最多四個 而後面如果沒有報名的話 也可以一次報四個都可以 其實我們每年的滿額率 都未去到百分之百 其實就是大概八十幾九十左右 證明還有空間可以讓市民去報 我剛才聽你的意思是否就是 我們的上限 例如你抽中了一支籤之後 你的上限是可以報三個項目 是否這個意思 先抽到籤的先報兩個項目 然後在第四天如果還有正員名額 他可以繼續再報多兩個 再報多兩個 即是一共最多是四個 如果你搶得到你自己喜歡的內容 我們剛才也在影片中看到一個很有趣的名字 就是一個樸滿人生 就是高教授這邊 我們都想知道為什麼這個名字會這樣取發 但其實大家都會覺得 的確是一看就很有新意 而且很吸引 是的 或者我也介紹一下 其實樸滿是以前股市 對錢鉗的一個稱謂 我們其實為什麼用樸滿人生呢 我們其實推行這些活動給學生的話 其實我們都是希望豐富學生的一個視野 在他們大學的時間 其實就是他們吸收知識 累積經驗 累積能力的一個黃金時期 我們希望舉辦各種不同 即是多元化的一些活動 就是幫他們去儲備他們自己 將來未來出來 應付他們社會的一些能力 各個方面都是 所以我們就有這個名字叫做樸滿人生 其實我們的活動不是一定要在暑假 其實我們除了暑假 我們都會在一年裏面不同的時間 都會為學生舉辦不同的活動 譬如舉個例子 以我剛才所說的實習計劃 我們都不一定只是暑假才做 譬如說過去兩年我們在聖誕節都有做 因為我們時間不是太長 三個星期 我們聖誕節的長假 我們都有做到 即是行假都有 是 行假我們未來就看看我們會不會有機會 因為我們都是剛剛開始的 我們盡量都是希望 因為其實我們的活動 不只是給澳門的大學生 或者這裡我都可以鼓勵一下 如果有家長有子女在外國讀書的話 我們都歡迎他們報名的 因為我們知道澳門的情況是這樣 每年的中學畢業生 其實大概是五十多六十的比例 在澳門本地十間高等院學讀書 剩下的那些其實有四十幾個巴仙 都去了外國升學的 所以我們高教辦的活動 其實我們是 當然歡迎本地的大學生 但是其實我們也都一樣 是歡迎在外面讀書 在外面升學的大學生回來報名 所以其實剛才你提到報名的手續 其實我們報名的手續 多數採用網上報名 就是很方便的 他們不需要回來 我們有一個澳門大專學生報落 Studentblog 其實學生只要登記日會員 他們就可以適時收到 我們如果一有活動 或者一有一些跟他們相關的消息 我們就會透過Studentblog的E-mail 傳給他們 他們一知道就可以登入我們的Studentblog 直接就做到報名 我們因選方面都是很貼心的 如果是本地的同學 當然我們可以面對面 我們有面對面 如果在海外讀書的同學 我們都會設置一些 網上的面對面 給他們 我們會盡量幫他們安排 我們希望照顧到 盡量大範圍一些 多一些的同學的需要 其實高教辦方面的一些活動 我們都可以見到 可能要求比較高 有時候需要你有一些語言基礎 或者是有時候需要你去走得比較遠 或者是體驗一些比較艱辛的生活 我們一會兒再來問一問姚小姐 我們究竟是有一個怎樣的 因素的條件 到上請教一下我們的原廳長先 剛才我們有看到 今年好像是有教往年增加一半的親子項目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安排 是的 因為在澳門來說 我們都知道我們的家長很多時候是雙職工 我們都知道在教育的過程之中 其實小孩子成長的過程之中 家庭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們都希望透過暑期活動一些的安排 讓到更多的機會 我們的家長 尤其是年輕的家長和我們的小朋友 更多的一個接觸的機會 鼓勵我們的一個溝通 家長和小朋友之間的溝通 完成他們一些的項目 所以在今年來說 我們是比較大幅度的增加一些親子的班 讓到一些機會給他們可以是一個溝通的 我們現在是時候去看一看天氣了 一會兒天氣回來之後 就會和大家繼續談談關於暑期活動 我們今次的活動的親子項目 我們最受歡迎的又是哪些呢 我們在這個條件又是怎樣 如果你不參加的話 又有沒有影響呢 我們一會兒來談 歡迎大家繼續收看澳門開港 今天和大家一起來談談 關於我們學生這個繽紛多彩的暑假 究竟要怎樣過的問題 我們今天有三位嘉賓 有一些計劃可以推介給大家 給我們的青少年 不要再在家裏做雜難雜女 出來多點見面 多點學一下新的東西 我們剛才也有提到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現在的青少年想補這些高級版的班 尤其是我們的大學生很喜歡出國去旅行 看到也很吸引 我也覺得很吸引 其實但是我也相信 應該是很多人都想去爭 名額又不算太多 那你們的音選方面 有甚麼條件呢 可以告訴我們的觀眾 讓他們可以做一下準備 好的 在音選方面 其實我們有兩輪的音選 首先同學 因為我剛才介紹過 如果你們想報名參加我們的活動 你可以透過我們的澳門大中學生部落 首先我們需要你上載一份 介紹得比較詳細一點點 你自己的一些履歷 當中最好告訴我們 你們平時課語會有甚麼興趣 或者喜歡從事一些甚麼活動 還有都要簡單介紹一下 你自己對於為何會上來參加我們這個活動 一個履歷的分析是我們第一步 我們收到他們的履歷之後 我們會做一個簡單的評分或者篩選 然後我們就會覺得是比較適合的同學 我們就會選出來另外再安排一個面試 在面試的時候 就可以透過多聊天 去知道這個同學 到底是否適合參加我們的活動 所以其實我們的因選是兩輪的 第一個就是理歷分析 第二個就是面試 但在這裏我們要強調一件事 因為除了你說優秀學生 歐盟那個訪問團 是開宗名義給優秀學生 優秀學生的定義又是甚麼呢 就是有一個成績限制 是吧 有少少 但我們從來都不強調 一定要成績非常非常之好的 因為其實我們都會希望鼓勵所有的學生 都是出去見識多些 都是去學多些 充實自己多些 反而我們有時候會覺得在外面 其實如果成績好的同學 往往都會相對比較多優勢 或者一些條件被選去 在外面有很多優秀的學生的一些團 所以我們一般對學生的成績 我們不是說一定要 我們不是看成績好不好 不是看GPA 是的 我們不看GPA 當然你成績不能夠太差 同學 如果你不要不合格 GPA如果4分來說 你不要連2分都沒有 你太低就不行 但是我們一般來說 只要你成績是OK的 我們就只是看你是OK還是不OK 我們就不會說你90分和95分 或者你GPA是3.5分和3.6分 即是不會按年紀來排名 不會的 我們是看你整體表現 就是會看你整個大學的生活 或者你整個成長的過程當中 你愛不愛向 你愛不愛向 喜不喜歡在外面交流 是否積極等等 是方方面面去看它 所以剛才我說 如果你報名我們的活動 你的CV最好就是寫得詳細一點 讓我們盡量了解你多些 但當然如果CV寫得不太好 不要緊 我們還有第二輪的面試 到時可以再跟它聊多些 其實都是給他們一個前面試 即是你出來工作之前 你就要先學會怎樣去寫CV 來吸引我們高教辦的工作人員 來將你送到國外進行一個交流 因為你出去交流的時候 其實都是代表了我們澳門的形象 是的 我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 都有聽到 體貨局的何處長有提到 我們會通過這些暑期活動 從裏面選出一些有潛力的運動員 是嗎 是的 其實在體育項目來說 我們主要是分開競技體育和大眾體育 主要是兩個大的範疇 競技體育當然是更高更強更遠 那些獲取成績 但在獲取成績之餘 我們都希望齊運動健體白 希望大家的市民身體健康 在支持競技體育方面來說 大眾體育其實有一個很大的作用 因為進行這種運動項目的人的基數 是一多的時候 自然就容易會有一些好的新血出來 新的運動員出來 我們也是透過可以多些 將一些體育項目去普及 去令到他多些人去參與 令到他那個生苗的機會大些 而如果有這樣的機會 我們是可以讓他們去試一下這些運動 去啟發他們 看看喜不喜歡那種運動 如果他們喜歡的 從而引起他們的興趣去將來發展 這個就是我們最好的 其中一個最好的 我希望做到的目的 在過去來說 其實我們都發掘了很多這一方面的人才 在各個代表隊裡面已經是有了 有些甚至是拿到世界冠軍那些 那些 譬如好像朱子偉那樣 他在2011年的第11屆世界武術錦標賽 在男子劍術拿到第一名 另外在游泳方面有利安琪 花泳方面有歐陽善衡 跳水方面有徐雪茵、徐雪坤 單車方面有黃衡張、關淑梅 空手道有張佩思 另外射擊方面有洪碧連 還有網球方面有梁浩天 這些都是我們比較突出的運動員 都是透過暑期活動來發掘出來的 是 還有一個問題 我剛才比較關注的 就是我們剛才聽到有很多 都是需要有一些專業的裝備 那些體育活動 那我們這次的暑期活動 是否都會有提供的呢 在這些方面 基本上參加的體育活動 他們都是可以有器材提供的 基本上是自己身上的裝備 譬如你打籃球 有衣服、褲、鞋、蜜那類的東西 這樣就可以了 譬如我們射箭的話 那些弓和弦都會有提供的 包括射擊、槍那些我們都會有 那些我們還可以帶走 如果大家有興趣來試一下 可能平時接觸不到這個活動 袁廳長 我也要補充一下 因為選期活動是 駕青局和看法局一起合作去做的 駕青局主要是負責文娛康樂的部分 而看法局就是負責體育方面 其實作用都是類似的 因為看法局在過程之中 其實是發掘到一些體育的 一些有潛能的人 在文娛康樂方面 其實都有類似的一個功能 因為包括音樂、武道、設計、文創 其實這方面是一個 暑期活動是一個好的機會 讓我們的青少年朋友 看看自己的興趣在哪裏 在當中可以發掘到他們的潛能 所以我覺得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我們稍後再會來問一問 聽像 因為我們都知道 我們現在特區的號召 就是培養多種類型的人才 我們人才是要先行的 那麼我們這個活動 又讓我們這個政策 帶來一個怎樣的鋪店呢 我們同時也想先請教一下 我們的姚女士 因為我們剛才聽到 去葡萄牙的活動 應該是進行了很多年了 是嗎 三年 今年第三年 而且人數是最多的 報名的人數是最多的 而且中選的名額 應該都是各種活動裏面最多的 其實相對來說是 我們去葡萄牙 我們第一年 是2012年開始 我們第一年送同學去葡國那邊 去讀葡文 葡語大人的活動 第一年推出的時候 是28個名額 去年 2013年 因為真的很踴躍 同學非常支持 因為我們第一年 2012年推出的時候 都過千人報名 我們看到有這樣的反應 這麼好 所以我們去年 就加開了一倍的名額 我們就送56個同學過去 今年我們就 名額沒有再增加了 我們今年都是56個 但是我們今年 就在對象方面放寬了些 因為其實我們葡語大人的活動 我們開始的時候 其實主要是希望 推動這些學生 大專學生方面 多些去學習葡語 就是他們那方面去進行一個推廣 以及送到他們去葡國那邊 亦都讓他們感受當地的一些歷史文化 始終澳門和葡國很大的淵源 我們就 今年就加開了 我們以前的對象 就是為那些 葡語基礎比較差 或者是沒有基礎的同學 反而我們是送他們去 讓他們接觸葡文 學葡文 我們今年 除了那些同學之外 我們就加開了給一些 所以葡語基礎已經有相當的同學都可以報名 所以我們今年五十六個名額的劃分 就是說 有二十個是給澳門本地的大專同學 是不具葡語基礎的 零基礎 另外也有二十個就是 剛才我提到在外面讀書的大專學生 是澳門的大專學生 他們可以回來參加這個活動 另外有十六個名額就是給 無論是澳門或者在外面讀書 有葡語基礎的學生 他們都可以報名 我們都看到 高教板這個安排 就可以體現出 我們現在是需要這個中葡商語方面的人才 其實我們特區都號召 我們希望可以加強和內地的合作 我們會否考慮都加開一些和內地相關 或者是去到更多省份的這些活動 我們稍後來和姚小姐來聊一聊 我們回到原廳長這裡 我們之前都說了 我們希望透過這個 從小開始培養我們的人才 我們這個暑期活動已經進行了幾多年了 暑期活動是一個非常長的歷史 在過程之中 剛才何處長也有提過 真的發佛了很多的人才在當中 說回人才培養方面 事實上從小時候開始的時候 有時候小孩子未必知道自己的興趣在哪裡 主期活動其實有一個平台給他們 看看我自己究竟這方面 我的興趣會不會繼續走下去 一個月的時間等他們看了之後 亦都有一些相關的一些專業的團體 其實當中他們也都在看著 比如說武道 這個學生可能他的興趣在這裡 他的能力都在 有天分 他就會重點去推動和培養 所以一個很好的機會 給到我們年輕人 尤其是小時候 他可以突顯他的興趣和自己的天分 其實我都知道 現在有很多家長 都是亡子成龍亡女成鳳 希望我們的子女 是百足那麼多 找什麼都會 會不會有些情況 就是如果他中了簽之後 他報了很多班 但又不去想 這個對他們未來的 這個再參加暑期活動 會不會有一點點影響呢 因為其實我也聽到 有些家長反映回來 是說我連年都參加不到 有些人報了又不去 那怎麼辦呢 何處長可否跟我們介紹一下 好 其實來講 我們看看過去的數字來講 報了名參加了的市民 或者青少年 他們都會平均整體 有差不多接近八成的出席率 基本上來講 都不存在一個叫做出席率不足 基本上都可以是 明年是用大家公平的抽籤方式 來去抽出來的 如果萬一有這樣的情況呢 當然 如果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只會把他的名次排後 首先我們當然抽了那班 能夠準時上課的 即出席率高的學生 青少年 然後才輪到他們 但是其實也不是說 完全不讓他們報 因為剛才我們說過 第四天 是可以自由來報的 無論你抽到 抽不到 都可以報的 但是選擇面 可能會少一點 沒有那麼多 可能要講回 我們剛才提到 出去的交流活動 因為我們都知道 澳門的小朋友 其實在我們這個大環境 是已經非常之幸福 他們可能都需要多一些 跟外面的接觸 甚至是多一些去看看 我們祖國方面 那些小朋友是怎樣去生活 怎樣去讀書 以及他們的環境是怎樣的 我們都知道 今年就是加了很多 我們剛才聽到 有絲綢之路去甘肅那邊 又有去福建 又有去江西 我們的井江山那些地方 那我們會不會再去考慮 加多一些 譬如說 我們可以去首都 去見一見 我們自己的首都是怎樣 會不會有這樣的考慮 未來 其實我們 譬如說 去北京 我們以前已經是去了 因為我們國情教育 我們是多謝教育部的支持 其實我們是搞了很多年 其實一直 我們每一年都會 盡量去考慮 去不要重複的一些地點 我們希望去看 讓一些學生去多一些 不同的地方 去看一看 我們祖國的真正的國情 其實是怎樣 因為其實可能 我覺得首都 很多同學都有很多的機會 會去的 而我們以前 即是我們高教辦 最早期那時候 其實都去過的了 已經 即是未來的合作 其實我們 即是我們高教辦那邊 其實我們都會是 每一年都會 希望盡量去完善多一些 即是看看學生的需要 是怎樣 每一年我們都希望 可以去推出多一些 適合學生的一些活動 所以當然我們是會 積極這樣去 看看有些什麼的可能性 譬如好像實習計劃這樣 我們之前搞的 理想前途實習計劃 我們過去都是在澳門 本地的企業實習的 跟中總稱為那邊去合作 今年的暑假 我們就加開了在內地的實習 即是和湖南省的青年聯合會合作 我們都會有多了本地的實習名額 除了60個本地的實習名額之外 我們也會加開20個內地的實習名額 去湖南的各個企業進行實習 其實這些都是應著學生的一些需求 我們是盡量去做多一些 以及去照顧多一些他們的需求 是 我都想問一問 我們實習的範疇是有哪些專業的呢 可以讓我們的同學們知道 其實我們實習範疇都比較多 譬如說很多人讀的一個比較熱門的科目 譬如好像管理類 管理類包括工商管理 即一些行政的管理 或者是圖書館的管理 資訊的管理都有 另外工程類 我們有一些建築 機械 或者一些電機方面 或者我們都有法律的 有會計的 有經濟 貿易 今年我們去內地 還有一個房地產的營運管理 所以在澳門可能比較難找到 我們這次在內地那邊 他們可以幫我們安排到 還有澳門是比較熱門的旅遊博彩 我們都有博彩管理類的一些專業的實習 其實也有很多的 我們有十幾個大的專業方向 所以提供給我們的學生 是有多種的一個選擇 其實我們都知道 除了我們高教辦 除了我們教青稿和看法局 其實我們學校自己本身 都會組織一些出去的活動 可能有時候外面的社團 都會組織一些這樣的活動 我首先想問一問 袁廳長 我們怎樣才可以保持 我們暑期活動的一個獨特性 就是大家都在這麼多活動中間 都希望可以去參加你們所舉辦的活動呢 其實暑期活動 真的是我們廣義的暑期活動 其中一個項目 就是一個歷史走過來 就和看法局一路合作 當中其實在過程中 我們不停地去優化 或者因應社會的發展 我們去調整我們一些項目 除了這個之外 我也想補充一下 就是教青稿好 或者我們也支持一些團體 或者學校去開辦一些活動 譬如譬如說 每年我們有一些 我中華的一個之旅的一個學習 讓我們的學校 它可以組織一些學生 去到內地那裡 去了解我們中國文化的一些歷史 傳統各方面的內容 而在暑期來說 我們都有不同的一些項目 是組織我們學生去不同的地方 包括有語言 語言就因為中文 蒲文 英文 都是在澳門來說 我們年輕人比較需要學習的一些語言 在暑假期間 其實都有組織一些學生去蒲國 去學習蒲文 去澳洲去學習英文 甚至去內地去學習普通話 這些類似的一些語言培訓 其實我們都有做 另外也都有一些 比如說是一些 剛才說的 我們後的暑期活動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親子的一些活動 親子活動 除了在本地我們做之外 其實我們都有組織我們一些親子 去到鄰近地方 或者內地 去到不同的地方 去體驗一下不同地方的小朋友的一些生活 和他們學習的情況 在過程之中 也都讓我們的年輕人知道 在澳門來說 其實都是一個比較幸福的地方 珍惜自己的環境 愛護自己的家庭 其實我們都希望 在過程之中 是有不同的訊息 可以給予我們的年輕人 是的 的確在我們澳門這個環境 我們的失業率只有1.3% 平時的父母和子女的溝通 可能不是那麼足夠 暑假就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我們現在也是時候去一去廣告 廣告回來之後 我們來聽聽家庭觀眾 都有些什麼意見 先回來我們澳門開港的現場 我們現在有位家庭觀眾 袁先生在線 來談一談 我們這個暑期活動的話題 袁先生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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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持 其實我們 當然是 舉個主持 政府能夠為了清晰年齡今後 和沒有地方去的地方 給一些地方玩一下 這個問題是 問題是 我們要怎麼去管 這個地方 怎麼去認識 去消化 這個最關鍵的 台上一位嘉賓 我有一點點意見 持有不同意見 就是 好像有些學生 缺勤或者缺席 或者 沒有什麼機會 去到這些旅程 我覺得這件事情 就不要標籤了 這個正正需要 就是我們要幫的人 這些 是不是 因為澳門 這些人不少 因為我們正正 家庭裡面 它造成一種原因 令到管家不義 或者指導不正 所造成的這個效果 那是不是就是 借這個機會 去灌輸下去給他呢 是不是 好像一個 我要這個學生 總結了他平時的 在學風方面 學習成績方面 是不是出現了 一些缺陷了 或者缺點了 我們偏偏在活動的過程之中 我們開始慢慢去引導他 慢慢去引導他 所以我有不同的意見 在這方面上 還有第二個問題 我直接一提的就是 希望政府能夠 開往性這樣 滿足每一個要求 不要說 限定名額幾多個 九千元每個都有份 是不是 它跟漾一樣的 我們澳門消費得起 反而這些錢 就不是二世祖 這些錢 是用得對的 這些錢 因為扶養 我們未來的動量 是啊 這是未來的動量 這是我們的 所以我們怎麼去引導下一代 正確指引到 上這個社會 是我們的期望 是不是 我們閉上眼睛 停止這個心臟 都是希望能夠這班人 能夠活得更精彩 能夠更加 更加 鮮灑到呢 是不是 讓我們市民 知道 金毛鞋了 是 是 袁先生 我想問一問你一個問題 就是 你現在看到我們 剛才有這麼多嘉賓 介紹這些暑期活動 你還覺得有沒有什麼方面 是做得不足夠 或者是未涉及得到的呢 我跟我們驅程去講一下 因為我們驅程的地理位置 就較為少的 其實我以前 我在深圳 曾經做一個 航母協會 是 航母協會 是 航母協會 是航母協會 是航母協會 其實我日日做過這個產品 它提升了 航母協會 無線電的物理 包括化學 有很多的產品 其實都是 由於我們那個地理位置 局限於一個 很簡單的航母飛機 那個空域 差不多 真正的飛機場這麼大 我們哪裡拿呢 是沒有的 還有一個希望 跟珠海合作 找個場地出來 這樣東西是非常有的建設性 每次我們 航母協會 有一個全國性的航母 比賽 個個 連香港也有 沒有澳門那支 沒有澳門那支區旗 公開的那個航展 你的意思是 不是航展 它有航賽 有區賽 有省賽 有全國賽 很簡單 我聽回來的那個 只不過 人家一個 他是一個 中學生 開了暑期間 他就來幫我忙 這樣就設計一些 模型的飛機 使他很快就認識到 就是說 我們的飛機是怎麼製成的 是不是 那飛機的改良 各方面 都需要有學生的興趣 好了 你以後讀好這個書 有這個基礎 你就玩得到這個機器 這些或者這些賽車 自己懂得製造 過程中就知道 最重要的是講消化 好 這個活動也是 是吧 所以我覺得 就是 高清國在這方面 高清國在這方面 希望能夠 就是要注意一下 那個活動 那個洗清少年 去如何去 是吧 引導他 在知識上 去吸收 這個是我們的期待 好 謝謝你 袁先生 還有下一位 袁先生 剛才提到的意見都很好 可能他剛才提到的 物理、化學、航運 各方面的人才 可能正正是我們澳門特區所缺乏 我們再聽完 招先生的意見 再來給現場嘉賓回應 招先生你好 你好 台上主持人好 三位嘉賓好 我對於政府所辦的這個暑期活動 其實我是非常支持的 因為我自己本身 都讀書的時候 都參加了很多年 差不多每年都會參加 是 是 是 大概早三幾年前 我想有十幾年前 十幾年前 十六年前 差不多 接著一直都是讀到高中畢業 高中前都會參與這些暑期活動 因為這些是給機會 我覺得 首先暑期活動 是給機會 小朋友 對外接觸一些不同類型的項目 和人的 和會打好一個人際關係 其實也是一個幾號的基礎 招先生你自己現在有沒有小朋友 會不會都考慮送他去參加 現在我小朋友一歲 剛剛一歲 等他四歲的時候 我就會開始替他報辦這些暑期活動 你會不會覺得我們暑期活動 如果有些親子的活動 可能有BB的活動會更加好呢 其實是需要的 因為你親子 因為小朋友四歲的話 其實我覺得他的集中力 一定是沒有比他大的人的小朋友 需要有家長陪同的話 會更加更加好 亦都會加深了母子之間的感情 我覺得這個是必須 我意思是 你會不會覺得年齡條件放寬一點 甚至兩歲三歲都可以參加呢 我覺得兩三歲 我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兩三歲 可能你要哄他 他多哭去學習這方面 所以我就覺得四歲 因為四歲他已經是入了幼兒園 他已經有基礎的一個叫做團體意識 可能是跟老師 或者是跟同學仔玩 已經有這個團體的基本意識 再跟家長一個 加深一個 再跟其他不同的小朋友 或者其他不同的 是令到他可以有其他的發展 我覺得四歲以上 我覺得是可以的 不過到了25歲 會不會大了一點 我就可能有個保留 然後到高教辦一些的 這個 這個 到大專生高的學生去出去的 一些暑期活動 我覺得 這個是我非常支持的 因為我自己 在澳門那些我沒有參加過 因為我在內地 我有參加一個 內地的教育辦那邊 去辦一些旅遊 因為在大陸讀書 我是在內地讀書的 他們有辦一些澳門優勢學生團 去拜訪一些北京的那些 官員那些活動 我有參加過 其實是有好處的 對於不斷本地生的一些 出外見識 是一個非常之好 因為我們本地的一些 可能留在澳門讀書的一些學生 他本身 可能那個見識過 那個面 層面是比較小的 我覺得 所以辦多些 其實我覺得那個名額太少 應該多辦多些 給我們的本地的學生 出去見多些 世面 我們叫增廣 去見聞 令到他們 可以 也是他們未來 可能在澳門發展 是一個非常好的基礎 我剛才聽到你說的一件事 就是我們會有一些 內地的組織活動 是跟官員來碰面 其實我們澳門的本地學生 參政議政的這個熱情 我都覺得是挺高的 但是我們好像現在 暫時未有這樣的活動 你又贊不贊成 加多一些這方面 我覺得是要加多一些 可以大家互相交流 我們可以增加一些 我們的本地青年人 一些參政議政 各方面 其實是一個好處 我覺得 令到他們會更加了解 我們本身處於這個地方 是什麼環境 什麼時勢 我覺得是 應該去推多行多些 不要說行多 只要一個團 就這麼多就沒有了 多些 給多些機會 我們的澳門人 我覺得就是 好,謝謝你的招先生 我們跟他聊到這裡 剛才我們原生和招先生 其實都是對我們這個暑期活動 是抱有一個非常正面的態度 他們都有提到一些問題 我們現場嘉賓來回應一下 好嗎 我們首先來聽聽姚小姐 你有什麼意見 好嗎 其實我剛才第一位 那個團眾 我不是聽得太清楚 因為那個已經有問題 趙先生 剛才提到那個 關於參政議政方面 我相信應該都是高教辦 所面對那個年齡群的學生 會不會有考慮這方面 其實我們 剛才我說過 其實我們是不排除 如果對學生合適的話 我們其實都不排除 我們未來會去開戰 其實我們高教辦 舉辦的活動 除了我們自己去舉辦 真的去處辦 或者跟民間團體合作 去舉行的一些活動之外 其實我們都鼓勵 其實那些社團和學生 盡量自己都去主動積極去辦多些 他們自己有興趣參加的活動 所以我們都會有一個 是社團的活動的資助計劃給他們 我們都是鼓勵一些大專學生的社團 和一些外面的社團 他們如果覺得 即他們在哪一方面 學生是有這樣的興趣的 我們是鼓勵他們自發的 去安排他們自己的一些活動 或者多搞一些給他們 其實剛才所提到的一些議政 那些活動 其實外面的社團 由於我所知道是有的 而他們的大專 即他們的對象 都會以大中學生 和一些比較高年級的中學生為主 其實是可以去參加這些 而我們高教辦 也非常支持 我們會透過一些資助的方式 去鼓勵他們辦多些 給他們的學生增國見聞 開闊視野 以及關心多些社會 這是我們希望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們現在的時間都差不多 我們先頒一頒今天的最佳觀眾獎 恭喜剛才那位第一位袁先生 恭喜你獲得 我們由諸可奧登美國國際會所收可 TESPA提供的1000元消費券一張 我們有專人和你聯絡 恭喜你也歡迎 大家都繼續擁入參與 到來聽聽我們的何處長 和我們的袁聽長有甚麼意見 因為我們時間差不多 可能你先挑選少少少 何處長先好嗎 首先我回應一下袁先生 剛才講關於抽籤的問題 我想袁先生可能不解了我們的意思 我們應該不是說學習得不好的青少年 我們就不讓他的抽籤 沒那麼容易抽得到 而是應該說是出席率 因為是去年他們 譬如一三年 他的出席上課的次數不多 我們就覺得他可能浪費了機會 不如其他人可以有機會多些 然後不是不讓他參加 只不過是排後少少少 簡選的內容少些 主要是這樣的 袁聽長呢 我想剛才有聽眾都關心到一些地方 場地的問題 因為在澳門來說 事實上不是很大的地方 但是我們看回暑期 真的是一個很好的機會 因為小孩子不用上學 所以現階段來說 我們除了用我們政府 核下的一些場地 我們盡量去開展暑期的活動之外 也鼓勵我們學校一起去做 因為學校有校園的地方 也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所以學校和我們更多的合作 也會開辦一些暑期的班 另外也有一些團體 因為團體本身也有一些地方 可以開放給公眾 一起去搞好暑期的活動 除了在本地 剛才有觀眾都提及 鄰近的地方有沒有一個條件 現階段我們一直都在做這個工作 希望走出澳門 去鄰近的地方 去參加不同的一些活動 包括科普的一些活動 去到北京、上海這些地方 其實都有的 香港也有很多的營社 這方面其實也是 我們一直在利用這些地方空間 是開展我們的暑期活動 期望大家給多點意見 我們都希望將暑期活動 越辦越好 好 多謝大家收看今天澳門開閣 我們明天再見 拜拜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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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